好了,随着主裁判顾忠超的一身长照呢,这场终于联赛第20轮,四川优比选在主场迎战湖北楚风合地的比赛开始了 三部场呢,深川的主场的黄色球衣的四川优比选是从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而湖北楚风合地深川的一身客场的白侧球衣,三部场是从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 角球,角球还是找到前点啊 在座船中给后点,中路有机会,投锤的攻门,这球球尽了,哇,中路是没有人看守啊 非常简单,来自11号王鼠 投球的攻门是攻破了对方的球门 这球在后点的投球百度给到中路之后 无人防守的王鼠是轻松的把球给顶进了球门 哎,非常轻松啊 这边确实湖北楚风合地的后防队员怎么就像愣在那一样 这防守确实啊 开赛的第三分钟,场上比分是1比0 四川右比选是先生夺人 现在比分呢,1比0 一球领先 这球卸得不错 今天王鼠的状态挺给力啊 到场有回传给到王超 哎呦,王超这下小失误啊 也是给了对方一次反击的计划 右边弄 这球直接打门 哇哦,危险了 球进了 球进了 比赛的第34分钟 湖北楚风合地呢,11号一次反击 是打进一球 场上比分是来到1比1 11号的前锋 黄俊逸 这球不停球 直接打门 打圆角 门将召唤也是 无能为力 这球是 滚进了球门的圆角啊 王超 左脚的传中球 给门前投锤的攻门 哇,这次危险啊 进去了 应该是找到了阮君 这次的投球攻门是砸在 球门的 右下死角 但是门将郭家伟的反应也是比较快 把球给拖出了底线 这周是没有成都新城的比赛 成都新城的第二十分钟比赛 已经在这周的周三 踢了 后点有机会打门 哎,这球球进了 应该是叶尔达纳 看到底是谁啊 32号,杨俊杰 接到这次脚球之后 感觉这脚的射门并不是 发力十分充分 像踢吃一样 但是刚好是 穿越过了门将郭家伟 把球给打进球网 场上比分2比1 好像比分是来到2比1 这球猪宝 去晃一枪 还是软军 打门 我这球漂亮 世界波 软军 这球打的门将郭家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直接把球打进了球门的右下死角 远军 这球打得漂亮啊 而且这球要力量有力量 要角度有角度 而且是带着强烈的一个旋转 并且是有个下坠 急剧的是 在绕过人墙之后 下坠是穿进了球门的右下死角 这球漂亮 阮军 争给力 好了全场比赛结束 在这场终于联赛第20轮 四川优比选是在主场3比1 战胜的主尾处风合力 又是取得一场胜利 也是缩小的 和积分榜前两位的球队的差距 在这角度上 和积分比赛 综合